如何练习我们冲旋的速度 很多人都知道负重练习是一种方式 就是拿起一个重物 这样子冲旋 冲旋这样子 这样子练习 OK但是拿多重才是一个正确的呢 一定是越重越好吗 不对 越重其实呢对你手上用的力量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 你练到的位置呢就不是会很好 所以说我们不要拿太重 就拿差不多两公斤的重量就可以 然后练习的时候呢 重点就是练习我们的冲旋 冲旋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哑铃的话 拿哑铃片也可以 这样子去练习冲旋 这样子也可以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训练方式 如果你有杠铃可以练习这个通过这种方式 练习我们的出拳的速度 推出去的时候呢 肩一定是松的 不要这样用力 肩是松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冲旋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练习 练习 嘩嘩嘩嘩嘩嘩嘩